看一下数的便利了 那讲数的便利的时候 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二维结构来说 对于这样的一个二维结构来说 我们一个是通过广度去进行判断 通过广度层次进行便利吧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数的深度进行便利了 也就是说每次便利的时候 我先顺着一条线一直走到头 撞到南墙之后 我再翻回来 再去找另外一条线去找南墙 这是可以的吧 你说对于这样的二维结构 我要么纵向去便利 要么横向去便利 刚才跟大家说的 是不是一个横向的方式去便利的呀 那好 有了这样横向便利的话 我们就先来把横向这个过程给写出来 也就是说的它的层次便利了 它的层次便利了 层次便利也就是广度便利 不爱的 不爱的 应该是不爱的吧 比较 也有点 接着 我们对它进行便利了 这时候来看一下 我要按照广度 按照广度来便利 那实际上我整个代码的执行过程 跟我刚才去做的这个爱的方式 思路是一模一样的吧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 那我在进行广度便利的时候 广度便利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 一上来 我是不是仍然得需要有一个队列呀 有一个队列去记录一下 我真正要去处理的了吧 对吧 所以紧接着一上来 我是不是应该先把我的root节点给添加进来 然后紧接着的话 我要去操作node当中 从窥壳里面去取出来一个节点吧 pop从零 对吧 这是跟上面的过程是一样的吧 然后紧接着再看 我从对列当中去取出一个节点 然后开始便利了 那便利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便利 那就应该先把这个节点的数据打印出来吧 所以先打印一下 打印当前节点的元素 element呢 打印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判断了 如果说你的节点的左孩子是存在的 对吧 如果你的左孩子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 他不是不是那的情况下 那我应该把这个左孩子去追加到我的队列当中吧 左孩子 对吧 也就是对应到上面算法当中的else吧 对吧 紧接着再看 如果说你的当前节点的右孩子不是为none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应该把你的右孩子也追加到我的当前的队列当中啊 对吧 那这时候的话 我是不是接下来就把需要处理的两个节点都添加到队列里面来了 添加到队列里面来 紧接着我应该循环再回到上面来 从队列当中取出一个新的节点 再去打印 再去判断他的两个节点吧 过程就这样的吧 所以那上来是不是还得有一个while啊 那while循环就是只要你的队列不为空 我是不是就应该一直取下去啊 对吧 我在循环体当中不断的往里面追加 而在循环的一开始的时候又先从里面去取 对吧 这个完成的就是刚才咱们画图去描述的那样的一个过程吧 也就是说我们添加节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这时候又有了 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数来说 它是一个一开始就是一个空数呢 一开始就是一个空数的话 我是不是还会涉及到这个对man进行lchild的一个操作呀 这是跟上面再去讲插入的时候是一样的吧 所以还需要进行判断 如果说当前的数这个跟节点是man的情况下 那我是不是不需要做任何东西啊 直接返回就可以了吧 好 那这是关于广度便利 好 那广度便利写完之后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 name等于--main 好 一上来 我先去构造一棵树 树有了之后 紧接着我往树当中去添加节点了吧 对吧 你现在想我添加节点的顺序 是不是最终就是我便利打印出来的这个顺序 因为我按照相同的方式去进行的处理的吧 所以 我现在去往里面去添加 1-2-3-4-5 然后我在这里面去便利一下 税一点travel吧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我添加的是1-2-3-4-5 那我最终在便利出来的是不是也是1-2-3-4-5啊 对吧 那好 那这点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我在课件当中的时候 在课件当中的这段当中是不是有一个root呀 这root是写多了 这root是写多了 我们在去指的时候 因为已经把这bride的travel是不是放到类当中了 也就是对根节点的话 完全可以通过serve过渠道了吧 所以那个参数是多余的 这是关于它的广度便利 那好 说完广度便利之后 我们就开始来说一下深度便利了 那深度便利这时候实际上就会有三种方式存在 有三种顺序 现在别糊涂 对于数来考的话 会考你的 会考你的这样的一个广 一个深度便利 也就是说在对数便利的时候 会有它的三种深度便利的方式 这是大家必须要会的 就高货 看一下 你这两段代码不会写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给你一棵树 给你这样的一棵树的话 让你写出它的便利顺序的 打印出来的节点 序号 那大家一定必须得写得出来 所以这点是必须要仔细听的 先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了 对于数的深度便利来说 它有三种方式 哪个三种方式呢 想一下 对于一个节点来说 看一下 对于这样的一棵树 对于它的一个节点来说 是不是有它的一个根 以及它的两个子节点呢 对吧 那这时候就要看了 我对于这样的一棵最小的二叉树来说 三个节点 那我究竟先去取谁 这就决定了深度便利的一个顺序了 如果说我们先来去访问根 然后再访问左 再访问右的话 那这叫做先序便利 先序指的就是先根 永远是根据根来说的 先根也就是说先来判断根 再去看左 再去算右 也就是说应该是零一二吧 对吧 好那紧接着再说了 除了先的话 就应该有中了吧 那中指的也是 把根放到中间的位置上面去 那这时候人家应该先是 左 中 右 也就是说一零二 对吧 那再说 后续呢 后续指的就是 把根放到最后一个上面来 那应该是 左 右 根 记住 这两个节点来说 永远先是左 再是右 无论你是把根放到哪个位置上面来 永远先是左 再是右 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 先序便利就是 根 左右 中序便利就是 左 中 右 后序便利呢 左右 中吧 左右 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看一下 你要记住这个先序的话 先是根 中序的话 把根放到中间 后序的话 把根放到最后 对吧 这个顺序是有的吧 那好了 知道这个顺序之后 我们紧接着就来看一下 这个数 再去执行三种不同顺序的时候 他打印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来去数 看一下 这时候要跟上思维了 这一点就数的这个方法是必须要会的啊 先看 我们先来说先序 先序 先序 先序便利 那先去便利 刚才说了 他是不是先是根啊 先是根 然后再是左 再是右吧 对吧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来看呢 一上来 这整体是不是一棵树啊 整体一棵树 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得从根入手啊 从根入手来说的话 也就是说这是根 然后左边的这一部分 是根的左半部分吧 左子树吧 右边这部分是不是根的右子树啊 那好了 我们按照先序便利来说 应该先把根打印出来吧 对吧 所以紧接着他的序列 看一下 序列也就是说我应该先把零先输出吧 输出零之后的话 紧接着我应该去看他的左边这部分了吧 左边这部分再去处理的时候 看一下 怎么去处理他 再去处理他的时候 你再想 这时候他是不是又是一棵树啊 对吧 对于他是这棵树的话 我是不是还得按照先序便利来打印啊 对吧 所以按照先序便利来打印的话 那你这时候想对于这棵树来说 它的根是不是就是唯一啊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先把根先输出 所以应该是谁 一吧 先输出好之后的话 那我紧接着应该退到这棵树的左边这部分吧 看一下 左边这部分是不是退到这了 对吧 这是这棵树的左子树吧 好 那我要看他了 看他的时候 我又判断他是不是又是一棵树 这棵树的话 我还得按照先序便利来 那我应该还得先输出根吧 所以应该先出三吧 所以 好 改不回来了 嗯 可以 看一下 我在输这棵树的话 还得先按照先序便利来吧 所以应该还得先输出根吧 所以呢 这时候看一下 应该输出的是谁 是三吧 输出三之后 我这时候再看 这棵树 对于这棵树来说 三的话 它是不是 左边的部分 不再是树 只有一个节点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输出了 所以紧接着你输出谁 输出七对吧 然后再输出谁 输出八吧 输出八对吧 那好 对于这棵树来说 是不是已经处理完了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对上面的这棵树 它的左边部分 是不是处理完了 左边部分处理完了 是该处理右边这部分了吧 好 那这时候看一下 我要给它缩到这部分来了 这时候对它来说 是不是又是一棵树啊 对于一棵树的话 我是不是还得按照先序来 那现在紧接着看 应该输出谁 输出四吧 所以紧接着看一下 先输出四 然后再输出谁 输出九吧 输出九 这时候对于这棵树来说 对于这棵树来说 是不是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 也就意味着 整棵树的根和左边部分都处理完了吧 那我是不是得处理右边了 处理右边的时候 看一下这棵树来说 它是不是还是一棵树 那我应该还得按照先序来吧 所以应该是二五六对吧 所以是二五六对吧 那所以处理完之后 这个序列就代表对这棵树 执行先序便利的一个结果了 所以看一下先序便利 0137849256吧 0137849256 没问题吧 好 那这是先序是不是掌握了 先序掌握之后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中序 中序便利 对吧 中序便利也就意味着 中序便利也就意味着我应该是先是左 再是根 然后是右吧 好 那这时候咱们来看了 先是左 一上来 我是不是要把整体视为一棵树啊 整体是一棵树的话 树的根是谁 是零吧 那我现在要看他的 应该先把他的左边部分给输出吧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退缩到这了 退到这之后发现他是不是又是一棵树 一棵树我还得按照中序来 我是不是还得看先看他的左半部分 左半部分是不是又往下缩 紧接着看到这时候 它是一棵树 这时候按照中序来的话 我应该还得先输出他的左半部分吧 所以是谁 也就是说这时候应该是七三八 对吧 七三八处理完成之后 我代表这棵树的左半部分处理完了吧 处理完之后该输出根了吧 应该是一吧 应该是一 一出出完之后 紧接着再看 我是不是得处理这棵树的右边这部分了吧 处理他的时候 我应该还得按照中序来吧 所以应该是这棵树的根是四 我应该缩短到他的左半部分吧 所以是九四吧 所以这点一定要清楚啊 每次的时候都要把它当作一棵树来对待 所以是不是九四啊 九四时候 这时候你看 对于这一部分 我是不是才处理完了 才处理完之后 我应该退回到整个的根了吧 退回到整个的根 应该输出零了吧 然后这时候看一下 我是不是开始处理右边部分了 处理右边这部分的时候 我应该还把它当作一棵树来吧 所以应该还得是左跟右吧 所以这时候 它的顺序应该是五 二六 对吧 这时候看一下中序便利 七三八 看一下七三八 一九四零五二六 没问题吧 这是中序 再看最后的这个东西 后续便利 后续便利 那也就意味着应该是左右跟吧 好 左右跟 这时候咱们来看 怎么一个便利过程 一上来把它视为一个整体 紧接着应该先去判断左边吧 所以往回缩 这时候发现又是一棵树吧 那我还得缩到它的左半部分 到这了吧 对于这棵树 按照三个节点 按照左右根来说的话 应该是 七八三吧 所以七八三 没问题吧 然后之后 我是不是应该到这棵树的整体概念来了 左半部分处理完 我应该处理右半部分了吧 所以缩到右边来 缩到右边来的话 它的后续应该是谁 九四吧 九四 然后紧接着我应该退回到这个根吧 是不是一啊 这时候的话 对于整个的这棵树来说 对于整棵树来说 我左半部分是不是处理完了 处理完之后 我应该处理右边了吧 所以退过来 看一下 这时候它的这个顺序是多少 五六二吧 五六二 然后右边也处理完之后 应该是谁了 零了吧 所以它的顺序应该是七八三九四一五六二零 没问题吧 那经过这样一个方式 大家对于这个便利去写出它的一个便利结果 是不是就会了 好 那也就是说中序先序跟后序都有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 把它如何用代码来实现一下呢 把它如何用代码来实现呢 代码要比上面的广度优先代码还简单 因为一旦涉及到地规的情况下 你的代码是超级简单的 看一下 我们先来写前序便利 前序便利应该是preorder 然后我对于这棵树来进行便利 紧接着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时候就要看了 我在便利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说了 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地规的地规的方式进行写吧 所以我每次地规的时候 你去想我们刚才的那个处理过程 我们 我们刚才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每次来说 是不是都是把其中的某一部分当作一棵树来对待 然后让它去按照中序啊 或者先序或者后序吧 那这时候把它当作一棵树来对待的时候 那棵树的根结点是不是在变化呀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为了调用自身 而且每次调用的时候 意味着便利的是不同的子数 所以对于这棵树的根 我是不是应该去 每次都应该传进来呀 对吧 所以先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请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要去写了 要去怎么来写了呢 先看一下 我为了便利的情况下 应该就有一个打印吧 对吧 打印我当前的传进来的这个节点的元素 对吧 然后紧接着再看 还有一句话 应该是把便利它的左半部分吧 便利它的左半部分应该就是 preorder root的 左子节点 左子数吧 左子数的根是谁 是不是就是root节点的 l child的呀 对吧 再看 我给的起立名 是不是有有起义 那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变了 就叫节点 可不可以啊 一上来的话 先看 我要对于这样的便利过程的时候 我是不是需要有这样的几个过程 一个是打印当前节点的元素 一个是去便利左半部分 一个是去便利节点的右边部分吧 对吧 看一下我们现在是用的定规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要打印 然后便利左半部分 便利右边部分吧 这是直通相同的 然后请接受看了 我现在是按照先续来的 先续来的话 应该意味着我应该先打印我当前的根节点 然后再去处理根节点所对应的左指数 再去处理根节点对应的右指数吧 也就是根左右的关系吧 那你想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基本的是不是已经写完了 对吧 那紧接着就要看了 我地规是不是得有一个终结点的 先续便利 我根是不是对于这个地规来说 是不是得有一个终结点的 那终结点是谁呢 终结点是谁呢 我到我的最终的部分的时候 是他的这个节点再往下的 那个左指节点是不是难了 对吧 那到这时候 我是不是就不能再处理了 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给我传进来的这个节点 它是难的情况下 如果你给我传回来的这个东西 是难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不能再去做任何处理了 你想某一个节点 现在这个节点已经是子节点 已经是叶子节点了吧 然后我把叶子节点的元素打印出来了 然后我再去处理叶子节点的 左半部分跟右半部分 那因为它是叶子节点 所以左半部分是难 右边部分也是不也是难呀 那也就意味着我在去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传进来的这个note是不是就是难了 如果你是难 我是不是就该退出了 好 那紧接着来看一下 咱们的先续实际上已经就写完了 先续就已经写完了 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简单 按你的思想没有问题 就按照你的思想来 一进来的话 我要变力整颗数了 变力整颗数的话 我就把数的根节点传进来 紧接着的话 那我就要看了 我依然是先去变力 我就应该先把你的根节点的元素打印出来吧 然后再去判断你根节点所对应的左指数吧 这时候你看 我是不是把这个Ltab又当做一个指数来对待了 把它当做指数的来对待 我是不是就可以利用pre order去进行处理啊 对吧 那我紧接着处理完左指数 是不是要处理你的右指数啊 右指数的节点是根节点是谁 是不是就是node的节点的rtab的呀 我把你的根给你传进来 那你就顺着这个根去找你的右半部分了吧 好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把它来看一下 层次变力的顺序也就代表一层一层添加的顺序吧 0123456789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添加的时候 添加01234566789 对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去打印的时候呢 我把换行符给它去掉 上面这个换行符也给它去掉 然后我在这打印完 这是广度便利吧 广度便利 我打印一个换行 直接加一个空格实际上就可以 然后紧接着我去对数进行先续便利 先续便利的话 我现在你看一下 我是不是得指明这个数的根节点呀 好 我把数的根节点root传进来 啊 然后 啊 不是入的吗 这个我是得顺着一棵树的root节点 作为根才能找到一棵树吧 看一下 紧接着我们去 打印的时候 去执行一下 看一下 广度的就是0123456789 那这时候把它来对应一下 看到这样的情况 左边我们现在是先续吧 先续的话 左边这部分是不是0137849256 后面是不是0137849256啊 没问题吧 好 你现在会了前续了 那你中续跟后续代码是一样的 只改一下顺序 是不是就可以了 123 134 7 好 那我现在来写中续 定要的 中续有了之后 还是按照这样的吧 前面这个条件是做代表的是地规的终结 这时候只不过是中续的话 我应该先去处理左子数 再打印根 是不是再处理右子数啊 所以我把代码的顺序调一下 是不是就完成了 你上来先去处理它的左半部分 然后处理完之后 你再打印我的根 打印完根 你再处理右半部分 是不是对于中续也写完了 好 中续写完了 那紧接着 我们的后续是不是也写出来了了 后续 host order 那你紧接着 我直接把打印的这句话放到最后 它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后续呢 先去处理左半部分 再去处理右半部分 再去处理根吧 那紧接着 我们直接把它 全部打印出来 这是中续 然后这是后续 好 我们来打印一下 运行一下 看一下 我把它调到这种状态 中续后续是不是有问题 问题在哪 037中续的话 037中续的话 问题出在哪呢 看一下 哦 对 我们改的时候 地归的时候 是不是得掉上自身的 看一下我粘过来 这个没改 这个地方没改 这个地方没改 好 调用自身 这时候来看一下 我再来执行 看一下 第一个代表的是层次便利吧 第二个代表的先序 你对比一下左右是不能对应的上 对吧 所以对于它的 广度便利来说 落实到代码上面使用地归 是不是就几行这种实现了 就在表里的思想上面了 有点下注 就是了 是 我可以看 嗯 就会看 要 这种 有点 稍微 现在 我俩 我俩 你俩 我俩 我俩 我俩